同学们好,今天我们讲一下日本自由教育的倡导者与人原子的诗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一些私立女子学校受到大政民主运动的影响 坚持自己的办学宗旨,表现出自由、民主、开明的特色 成为与国家教育体制不相和谐的另类 与人原子所创办的自由学园,便是这些不和谐的另类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所私立女子学校 与人原子,1873年9月出生于日本的青森县 在他11岁时,父亲离家出走,因此他和妹妹以及两个弟弟主要是在祖父的养育下长大的 他的祖父思想十分的开明,为了让孙子孙女接受良好的教育 不惜变卖家中的山林田产 尽管当地的风俗并不提倡女孩子读书 但是祖父依旧坚持让原子和妹妹去上学 原子学习十分刻苦 十六岁时就考入了东京福利第一高等女子学校 毕业以后,他还想继续升学 但苦于经济困难,便给当时明治女子学校的校长 严本善志写了一封信 他恳请通过在严本善志创办的女学杂志社中打工的方式来支付学费 在没有得到回复的情况下,他又去登门拜访 当面陈述自己的请求 最终,如愿以偿地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学习生活 也开创了近代日本学生打工的先例 在明治女子学校中 与人园子体验到了全新的宿舍生活 比如有规律的作息时间 合理的饮食安排,以及每天晚饭时虔诚的祷告等等 这段集体生活的经历 成为与人园子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也为他后来设立自由学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不仅如此 利用在女学杂志社打工的机会 他还结识了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加藤洪之 既见女子学校校长既见花西 作家道琪藤村等社会名流 这些人对他后来从事女子教育事业 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明治女子学校的学习结束以后 与人园子曾一度回到家乡 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后来他又再次置身来到东京 因为生活困难 做了几岗家的女佣 男主人吉岗荒泰是智成学院的校长 女主人吉岗弥生经营着智成医院 他们注意到园子与其他女佣不同 总是像在做研究一般认真的翻阅报纸 于是就把她当作学生和家人一般来对待 在吉岗家工作期间 与人园子初次接触到了学校经营方面的知识 在女主人的鼓励下 与人园子找到了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 以此偶然的机会 他看到一家报社招聘教稿员就前去应聘 结果被告知只招聘男子 园子并没有灰心 他把履历表和求职信随身携带 准备随时应聘 终于 袁子再次开风气之先 成了报社的教稿员 很快 他的才能获得了认可 晋升为日本第一位女记者 在报社工作期间 袁子与他的同事与人集一相恋 并结婚 然而 这种办公室恋爱 在当时是一种新兴事物 遭到了周围人的非议 于是夫妻二人同时辞职 开始独立创办新杂志《家庭之友》 1908年1月 《家庭之友》更名为《妇女之友》 这个杂志的定位是家庭生活的合理化 开辟了当时妇女杂志的新局面 勘腾的内容 既有厨艺 家庭预算移开支 家庭急救措施等家政问题 也有幼儿教育方法 子女恋爱问题 学校与家庭的联络等教育问题 甚至还有与公婆的相处方法 妇女的再婚等社会问题 随着两个女儿逐渐长大 袁子也越来越关心女子的教育问题 她经常考虑 学校教育应该怎样与实际生活相结合 教育怎样才能更好地 发挥学生的个性等问题 这些思考最终促使她产生了创办学校的想法 终于在1921年2月的《妇女之友》上 女人袁子发表了创办自由学员的声明 4月15日 自由学员正式开学 学生年龄是12到19岁 教育程度相当于高等女子学校的水平 在开学典礼上 袁子发表了如下言说 自由学员中没有老师 大人与孩子一起互相学习对方的长处 自由学员中充分尊重言论 思想 信仰等 一切个人教育方针是 巩固国体观念 培养传统福德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女人袁子提出了尊重言论 思想 信仰等 一切个人自由的办学宗旨 其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 自由学员被后人评价为 大正民主运动时期 自由主义教育的典范 在自由学员中 为了让学生对学习充满兴趣 能够学以致用 女人袁子 首先在班级划分上下功夫 尝试采用了家庭分组织 他将一个班级的人数限定在30人 每六人分为一个家庭组 这样做 是为了让学生理解 作为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 并互相帮助 体验家庭集体的欢乐 苦恼 以及牺牲精神 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教育方法 促进了学生之间的相互理解 让学生切身体会到了 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人 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与家庭义务 自由学院的教学内容 也很注重贴近实际 比如专门设有读报时间 每天让学生通过报纸上的鲜活素材 来了解政治、经济、外交等社会生活 国语课也不用一般的教科书 而是用一部完整的作品作为教材 并经常让学生练习作文 课程的设置除了国语、算术、理科等基础内容之外 还有裁缝、养鸡、种花等实用内容 学生可以直接到裁缝屋、鸡舍或农田中 学习实际的生活技能 女人园子还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性 为此她在自由学员中开展了自劳自治教育 学校不雇佣人、饮食、卫生等日常生活 也作为教育内容 由学生自己动手解决 比如每天中午 由每个家庭组各处一人 在老师的指导下 为全班同学做出美味营养、经济实惠的午餐 午餐时吃的蔬菜也是学生们自己在农场里栽种的 当学生在生活方面遇到困难时 会通过在班级甚至全校开交流会的方式 共同商讨解决 自由学员通过实施自劳自治的教育 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思考能力 培养了学生的独立自主精神 这种自治教育与当时欧美盛行的劳作教育 以及以做治学的教育都非常的相似 这样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的教育方式 逐渐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随着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 1936年 自由学员设立了男子部 在战争期间的军国主义高压政策下 因为自由的校民 学生们参加劳动时 总是遭受监管者的白眼 文部省也曾告诫羽人圆子 这个时期最好将自由学员的名称改掉 但是他并没有屈从 依旧坚持使用自由学员的校民 二战以后 自由学员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成为一家贯穿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的教育集团 1957年 羽人圆子以83岁的高龄长辞于世 他所倡导的自由自立的教育精神 在近代日本的女性史 以及女子教育史上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好 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女性史讲座就全部结束了 谢谢大家 同学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